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09年是很挑战的年代 你要的成功就是要快 你总是会有第一次 有点小挫折 挫折绝对不会远离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在持续成长的人 每个越大的变化 你可以抓到更大的机会 去创造你更大的价值 帮助我们的企業文化 事实上是全球一致的 就是说科 rings 這就是以客為本的然後不斷的創新 來達到客戶的需求 那這個是我們不管是任何單位 全世界各個角落都是秉持這個信念 Google很鼓勵Button-up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那創新絕對來自於你不知道是哪一個人對不對 創新絕對不是由善而下的決定 所以如果講企業文化的根本 我覺得是一個扁平還有平等的一個概念 我強調是紀律然後執行力 不斷的PTCA 所以這個紀律跟執行力是我們的核心的一個價值 我認為 我們賣的東西絕對不是一個短期 短視盡力的一個短期的流行性商品 而是很長期很經典 甚至可以人家講說剃不爛 就可以穿很多年的 那產品品質之外這個企業理念的背後 它是一個需要深度溝通的一個品牌 它不是一個那麼膚淺的一個流行性的商品 我們有一個可以做的文化的文化 在這類型的挑戰 我認為我們社會的文化 影響到那些機會 那些興奮和那些可能性 所以每個人在這裡 常常都很能夠發揮 每天因為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 一個人如果年輕的話 他應該表現出來的 是非常的沒有包袱 趁年輕的時候就是應該多冒險 對 分享宇宙 泡泡無雲 不是 經濟事先 A.T.C.加油 我認為世界的年輕人 是我們最重要的 自然的資源 其實這個A.T.C.C.各案競賽的活動 對一般年輕學子來說 跟企業這兩邊來看 我覺得是雙贏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我記得我以前在大學時代 因為念科系也跟行銷沒有什麼關聯 如果那時候有這樣子的競賽 我一定會報名參加 因為我感覺是 將來到企業去應徵的時候 會是一個很好的履歷 學生的這個很棒的機會 它會拿到那種黑色和白色的 的東西在學校 讓你能夠明白 一些的 在真正的世界上 在真正的商業的環境上 你不僅就是真的是實際去做 然後也有人就是教你說 你該怎麼做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我想這個是很 practical的一個 一個案例 我想這個學生一定可以 benefit 很多 其實他的案例 是不見得能百分之百成功 可是他的精力呢 可以幫助他蠻大的這個成長 給我一個公司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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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發想的部分 就是 我覺得就是可以 用我們學生的 本能就是天馬行空一點沒有關係 我覺得 因為這些是企業 他們現在需要的東西 就因為企業可能會 對於一些比較新鮮的idea 這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在所有的企業裡面 在routine的事情太多的話 會陷入到習慣領域 所以我希望透過學生的這種 一些比較單純的 從跳脫習慣領域的想法 能夠給企業帶來一些刺激 那我希望從這個機會裡面 去看到學生 從這個案中 能夠成長 也能夠在就業以前 能夠有一個先級的準備工作 很多同學 他們比較以為是 學校在學東西 職場自在 用它去學 我覺得應該不是 應該是人生都一直學下去 所以在職場裡頭 我確實要保有自己 每天不斷地學習 可是什麼叫學習 是你要有學習的心態 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就是學習 每天做不好的事情 也是學習 別人看你怎麼看你也是學習 你怎麼看別人也是學習 人家企業成功也是學習 那個心態 恐怕要比在學校的時候 還要更重要 如果說你是要賺獎金的話 ATCC絕對不是一個最好的比賽 這是真的 但是呢 如果要問我在哪個比賽裡面 學到了最多 ATCC絕對是鐵的證明 你自我要換空 然後是一個學習成長 觀摩觀察的一個機會 所以再來參加這個 你應該帶著說 我做中間的process的流程 參加的流程 可能會比結論更重要 第一個要我講的open mind 不要先把自己變成一張白紙 然後跟企業接觸的時候呢 吸收他們的需求 他們的文化 那麼你才會針對他們的需求 會做出一些比較符合他們需求的一些東西出來 參加本身就是一個勇氣的突破 所以那是很高興他們有這個勇氣 第二階段就是參賽後 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覺得當你做一個決定 你就要全力以赴 你要學到的經驗是你為你的決定負責 而不是你只是參加等那個結果 當你全力以赴 那個結果就不是最重要了 雖然第一永遠只有一個 不過對自己的負責可能有點高於最後的結果 我對你們的期望很高 我希望你們能夠不要有任何包袱 想到什麼對Timberland有幫助 然後讓他能夠再流行個30年100年的點子 那就放馬提出來吧 加油 新潮 一二三 開閘 四接座 五接ito 五接一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 脫衣服 希望一女孩 活動一同一半 breaker 讓他跑 hunter 到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